两名亚裔女子反抗性骚扰 遭美国男子推下山谷 致一死一伤 根据德国巴伐利亚州警方15日发表的一份声明 事发当天 两名受害人 21岁的伊娃刘艾瓦 刘和她的朋友 22岁的凯西长凯西 在星天鹅堡附近的玛丽安桥游玩时 遇到了一名30岁美国男子 玛丽安桥溅在陡峭的峡谷之间 是俯瞰星天鹅堡全貌的主要观景点 这名美国男子对二人表示 她知晓附近另一处鲜为人知的隐蔽观景点 并且说服了二人跟她一块去 但在走上一条小路后 男子突然对伊娃刘进行人身攻击 看见朋友遇袭 凯西常随即介入阻止男子 但在冲突中被掐住脖子 被推下山谷 接着 男子试图对伊娃刘实施性侵犯 未遂后也将她推下山谷 两名女子都从大约50米的高度滚落 事发当天下午 救援机构动用直升机将两名女子从山谷救出 但由于伤势过重 伊娃留在送医后死亡 万幸的是 凯西常在滚落的过程中 被一棵倒下的树拦住了 她被救出时仍然能够与警方交流 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 同日 警方对涉案男子开展大规模搜捕行动 不久后将其逮捕 警方称 已对这名男子展开谋杀 谋杀未遂和性犯罪的调查 目前的重点是确认案件发生的确切过程 一名警方消息人士称 这三位来自美国的游客 都住在慕尼黑市中心同一家廉价酒店 他们和其他游客一起乘长途汽车 去了星天鹅堡 两名女子上月刚刚从伊利诺伊大学乡宾分校毕业 事发前并不认识男子 伊利诺伊大学发言人称 学校对这起悲剧表示哀悼 并将与家属和商者同在 星天鹅堡 位于巴伐利亚州慕尼黑西南 约105公里处 是欧洲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每年约有140万人参观游览 在夏季 城堡平均每天接待超过6000名游客 美国驻德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大使馆已知晓此事 美国驻慕尼黑领事馆正在密切关注局势 并与德国当局保持联系 大使馆称出于隐私考虑 无法进一步置评